贫不失节 父不丧志 古人怎样教导子孙至禅守夜 尊师孝钦 历代家法如何守护人道伦长 祠堂里都供奉着什么 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圣地 古人如何修身齐家 齐家之难 又为何难于治国平天下 寻找中国人个体成长的精神足迹 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特邀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为您讲述传世家风 敬请关注 养有贵乳之恩 压有繁补之意 百善孝为先 孝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华夏儿女的精神瑰宝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我们的前人是如何实践孝道的 在我国古代 从西州开始 国法家规都特别强调孝 这又是为什么 系列节目传世家风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即将为您讲述 孝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讲父子仁伦 所谓的父子仁伦 就是我们传统的孝道 中国已孝治天下几千年 孝季是维护人伦的最重要依据 也是保持家庭和谐 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手段 所以从西州开始 国家通过法律 家族通过家法 对子孙的行为进行强力阅速 比如从法律层面来讲 从汉代到清代 凡是殴打父母的 无论是否戴上 无论伤势轻重 都是不孝重罪 一律判处死刑 或斩或缴 最重的是凌迟 就是寡行 再看家法 无论是家法还是租归 对于大不孝的行为 也会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 甚至凌愿国法 对不孝子孙处以急刑 民国时期四川省 威远县观音滩的 崔氏族约 它当中就明确规定 凡是殴打父母带伤者 召集三族 验明伤势承受罪行 当场仗币 也就当场敲死 为什么国法家法 都要强调孝 最具有解释力的说法是 父母身养之恩 大过天 春秋时期 郑国有个著名的政治家 赵众 他辅佐 郑庄公 又先后辅佐了他的四个儿子 当上了国君 郑立功继位以后 发现自己就是个傀儡 什么事情都管不了 于是找了一个杀手 要除掉债众 自己来当家 他找的杀手是谁呢 就是债众的女婿 拥救 派女婿杀岳父 这创意真有点 被一所思 更奇葩的是 拥杀手准备在郊外设宴 像当我们今天搞野炊的时候 一举杀死岳父 向国王效忠报功 不知道是智商不够 还是自信太满 拥杀手把谋杀计划 有意无意地 透露给了夫人拥击 拥击一下子就纠结了 在这场政治谋杀案当中 杀手是同窗共争的丈夫 被杀的是 生养自己的父亲 到底该 偏向谁呢 想来想去 无法定夺 于是就回了趟娘家 请教了母亲一个问题 对一个女人来说 是老爹重要 还是老公重要 庸妈回答得干脆利落 你这是什么问题呀 天下男人 人尽可福 都可能成为你的老公 但老爹永远只有一个 老公哪能和老爹比 拥击如实重负 找到了老爹 告发了老公 再重火速地杀掉了杀手女婿 还把尸体摆出来 还把尸体摆出来示众 郑力公悄悄地收了 永久的尸体 逃离郑国 车轮滚滚 郑力公对着永久的尸体 大发感慨 杀岳父这么重大的事 你偏偏要去和他的女儿商量 你死的活该 一对母女 两个女人就这样 战胜了国王和杀手 这是春秋史上 关于谋杀的冷笑话 透过蒙杀案的情节起伏 我们可以看到 庸姬从纠结到释然 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选择 这种选择涉及到 中国文化的核心 孝道 庸姬的母亲观点很明确 妻子对丈夫 最多是忠贞服从 但对父亲 却是孝道感恩 丈夫可以因为感情不合而离婚 父亲却是一辈子的 伦理原点和情感归属 这桩失败的谋杀案 也印证了传统孝道的 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 天性 人情 父母掌育疼爱自己的子女 子女爱戴 供养自己的父母 这是智慧动物 种群的天性或者说本能 这种亲情之爱 既是人类发自内心的生成情愫 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最强大动物 纵观自然界 凡是违背上述天性或本能的动物 总群都会自我消解 最终沉沦灭绝 如果一个人不关爱父母 却义附行长地去关爱他人 我们把它称之为违背天性 不敬人情 习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病重期间 习桓公亲自探视病情 并且询问政治遗嘱 当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谁能够替代他为相 管理旗鼓 管仲反问习桓公 想找谁 习桓公象征性地提到了 管仲的好朋友包叔牙 管仲摇头否定 说包叔牙青年自首 但是这人是非太分明 容不得一点污垢 这种人是道德君子 但不是治国能成 习桓公称时就说 那你就看看 我最喜欢的三个人怎么样 易亚 杀掉自己的儿子 争熟了送过来 让我品尝到了人肉的滋味 魏公子开放 离开自己父母祖国 父亲去世都不回家 说是分分钟离不开我 树雕 自公以后二十四小时伺候我 管仲的结论是什么 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用 理由不尽人情 杀掉儿子讨好君主 有为父道 背弃父母紧跟最高权力 有为孝道 自残伤身 让父母段子绝顺 更没有人道 管仲的逻辑是 一个人不爱惜自己 不孝顺父母 不顾及自己的祖国 那他一定有着 不可告人的巨大隐形 重用这种包藏祸心的人 齐国必然打乱 后来的结果 齐桓公被这三位 备受宠信的人 身臂共众 活生生的饿死 尸体腐烂 蛆虫趴出窗外 都没人管 孝上为老 下为子 是上一代与下一代融为一体 父母长育 疼爱自己的子女 子女爱戴 供养自己的父母 这是天性 也是人情 那么一个遵守孝道的人 在他的身上 会体现什么样的品质呢 儿女和父母之间 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 认知事物的不同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代沟 发生矛盾和冲突是难免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又应该怎么做 才不违背孝道呢 系列节目 传世加风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孝亲 那么孝道的标准和内涵 有哪些呢 第一 敬重 孝顺 孔子认为 一个人如果能够对父母孝顺 态度恭敬 诚实无期 那他就具备了 人知作为人的最基本德行 反之 如果一个人对父母动辄 恶语相向 欺瞒蒙混 那他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 这种人不如社会 必然会心态石狠 举止怪畅 不懂感恩 不会反省 动不动认为就是老天不公 父母无论 朋友无靠 觉得天下谁都对不起他 当然孝顺 不是一味的盲从 父母不是圣贤 也有做错事 傻事的时候 极端的还会为非作戴 这时候子女不能够 恶父取从 献亲于不义 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 孔子的方法是 激见 按今天的表达就是 坚持原则 但是有话好好说 讲策略 和言悦色 轻声细语 为婉有志的权谨 动之以轻 小之以理 写之以法 直到父母改邪归正 这就是孝经当中 提倡的章字 第二 养生养心 养儿防老是 龙根时代的必然选择 由此产生的孝道 实际上就是一种 伦理启运 具有代际互惠性 就是父母长育子孙 子孙 赡养父母 古代生存资源 很缺乏 很多国家 比如中国 韩国 日本 都有身脏的习俗 老人到了六十岁 就被送进一个小窑洞 几天后 断水 断尸 动饿而死 今天湖北武当山地区的 祭祀窑就是天气 老人死去一段时间后 子孙再捡出骨质 异地安葬 这就是二次葬 又称千古葬 花甲葬 气老习俗 削减了养儿防老的制度功能 人口再生产 必然失去动力机制 人轮也会遭遇严峻挑战 利鹰 杀鹰的习俗 由此而生 我养你 你不养我 那我凭什么养你啊 如此循环 人类种群 就会面临灭绝的风险 于是公元前651年 齐桓公主持了奎秋会盟 盟约的第一条就是 朱不孝 生养死葬的孝道 正式成为盟约果的法律 养不仅要养生 还要养心 养生是生活有保障 养心是心理健康愉悦 现在社会养生啊 一般不成问题 重点是在养心 可以称之为精神赡养 这对子女来说 也不是什么难事 晚上回家陪老人 说说话聊聊天 哪怕是东家长西家短 菜苗豆样 猪狗牛羊 都可以排解寂寞 老人自然也就梦稳心安 即便不能在父母身边 视频聊天 短信问候 电话联络 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第三 船四 船业 船业是指 继承父亲的事业 家业 家学之类 我们有专题设计 至于船四 孟子有句话很有名 不孝有散 无后为大 为什么有名呢 因为解读的版本太多 分析太大 后来有人解读为 女性要是不能生儿子 就会被修掉 或者被迫离婚 这是一种拉仇恨的解读 一下子就把孟子定格为 封建社会蓝权典范 成为无数女性冤魂的 罪魁祸首 实际上 所谓的不孝有散 无后为大 是孝道文化的差 说的是 儿子长大以后 该娶妻生子 就娶妻生子 不要去当什么单身贵族 不要去搞什么丁克家庭 让祖先断了香火 这跟妇女地位 一点关系都没有 汉代的赵琪 祝是说得很清楚 不娶无子 决先祖四 不娶妻 不生子 让祖先的祭祀断绝 这是三大不孝当中的第一位 可能有人就会批评 又要生养死 藏 还要生儿育女 那全天下的子女 岂不成了投资产品 生殖工具 其实在龙耕社会 人口生产和再生产 是组建家庭的最基本动力机制 并没有什么不妥 我们不能拿今天的人权标准去 错位衡量 否则慈禧太后不知道iPhone Plus 不知道韩风整形 不知道微信脸书 那岂不是落后愚昧 假无知 另外一种情形 就是三代单传 但是独生子又犯罪当诸 那会不会一样的断了香火呢 不会 法不容情 论罪当诸 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 但是如果杀掉独子 人犯的家族就会 父宗密室 又显得法律科研 薄情寡恩 怎么办呢 从北魏时期开始 就创始了留存养青制度 只要你不是十二大罪 就可以酌情免去独生子的死刑 到了清代 如果唯一的蓝丁犯死罪 死后无人奉养长青 结续宗寺 就可以免死 我妈她称之为 刘养成寺 雍正一朝对这类罪犯的处罚 是什么呢 家号两月 则四十板释放 代价失重两个月 打四十大板 然后放欢回家 奉养双亲 并传宗接代 这种制度推行的基础 看似人道 实则是为了维护孝道 如何行孝 古人给我们提供了 丰富的行为准则 我们不仅要对父母 敬重孝顺 养身养心 而且还要传四传业 除此之外 孝道还有哪些标准和内涵 随着时代的变迁 传统的孝道观念 是否也会发生改变 当今社会 我们又该如何做到孝顺呢 系列节目 传世加风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孝亲 第四 习命 习明 子孙爱惜自己的身体 最大程度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和思想压力 这是一种笑的表现 明台万里年前的御史何尔建 山东 曹州人 政治无私 被称之为铁面御史 他在家训当中 训诫子弟 不得打架斗殴 为什么呢 分以致祸 亡屈丧命 而为父母 非名门幼族之子弟 何尔建的观点是 您要是凭借一时的气氛 去打架斗殴 自己被打残 父母撕心裂肺 要自己被打死 父母就食养 但要是打残他人 父母要赔偿 求和 你要是打死了他人 那会招来报复 先父母于危险之地 这些都是不孝的表现 不应该是大家子弟的所作所为 但随着呢 还有一对矛盾 就是孝道和异行 视为知己者死 很多意识侠客为了友谊 为了信义 不惜赴唐到火 甚至牺牲生命 这和孝道相互排斥 怎么办呢 周里的原则是 父母存 不许有以死 如果父母在世 不能承诺朋友 以死相报 也就是说 世卫知己者死没错 但必须让位于孝道 战国时期著名的 四大侠客兼杀手 列政 虽然一期干云 吉人所拦 但因为老母亲健在 他只好去当杀狗将 挣钱供养母亲 韩国大夫严重子 卸得拒款了 请求列政 刺杀政敌 列政拒绝说 老母在 郑胜未敢以许人也 我老母亲还健在 我绝对不能为你去冒 生命的危险 后来老母亲去世 料理完丧事 列政找到了 严重子 以生命的代价 报答了朋友的信任 爱惜维护父亲和家族生育 也是孝道的逼人厉害 古人谴责 背离父道 父德 父业的认为 不孝子孙 也就是这个意思 第五 报恩报仇 报恩好懂 所谓的报仇啊 也就是礼记中所说的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杀不掉仇人 就是不孝 这是孝的一种极端体现 虽然具有正当性和理性 但经常和国法发生冲突 按照家法和伦理法子 父亲 妄死之仇 必报 否则不孝 但一任地去放任复仇 法律的权威又会受到挑战 这是一个二栏选择 唐代武则天时期 有个御使赵诗运 在他担任县公安局局长 就是县尉的时候 杀了一个叫徐元庆的人 徐元庆的儿子隐姓埋名 到一站去当差 后来找机会杀掉了赵诗运 然后自己向官府自首 依法 杀人必偿 依理 凶手是孝子 不仅不能够判死刑 还应该受到表战 怎么办呢 案子到了武则天手里 武则天左思右想 瞻前顾后 就是想不到办法 后来大事人陈子昂 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先依法处死凶手 维护法律权威 再依照礼仪 表彰孝子 维护人伦 武则天一听有道理 大逼议会同意 陈大师人的处理方案 后来遭到了很多非议 我们不管 我们关注的问题是 汉唐时代 子暴复仇 不仅合于孝道伦理 还可以获得法外的殊荣 当然后来随着国法的不断介入 这种同胎复仇 才被严厉禁止 第六 隐晦隐藏 对于父母的不义行为 子孙应当尽力隐晦 不能宣扬 不能报官 否则就是大不孝 按照法律设备杀头的 这就是古代 从家法到国法 都一再维护的 亲亲相隐 原则上讲 法不容情 亲亲相隐 确实挑战了法律的权威 但是法律一旦忽略了这种 仅仅仅是一时一世的正义 失去的却是 永生永世之人伦 孝青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 除去子报复仇这类极端的现象 我们应当并且问 总数上述六个方面 我们不能看出 孝的本质是回馈感恩 是一恶扬善 传统家法将这种家庭孝道 广泛推举家族 社会 国家 成为放置四海而皆准的 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 最后的理想结局就是 人人亲其亲 长其长 而天下平 如果每个人都孝敬自己的父母 都尊重自己的长辈 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 稳定繁荣 最后我们必须说明 孝青是天然的伦理义物 但孝道绝不是子女的单向义物 而是一种双向的情感互动 父母必须意识到 儿女都是一个个 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 不是爱心泛滥的温床 或者一种道德枷锁 只有父母慈爱开明 才来换来子女真心的感恩 儿女们也应该意识到 虽然到了二十一世纪 虽然我们要追求自己的小天地 但今天我们让父母空巢 明天我们自己就会空心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日本空巢老人急增 当法学家们都还一筹膜展的时候 伦理学家就开始提倡 一碗汤距离 动员子女们在保有自己小世界的时候 不要和老人相距太远 那最佳的距离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碗汤送到老人嘴边 还热气堂堂 一碗汤送去的不单单是热量和温度 还送去了人伦的温情和人性的热度 请看下集 谢谢收看 在传统社会中 天地君亲师五个字 被人们奉为祭祀对象 在民间广为流传 历代家法都将尊师作为家教的重要内容 更有君王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根基 那么尊师为何在家庭教育和国家治理领域 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在明天的节目里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将为您讲述 尊师